10年前 芙蓉姐姐以大胆的S造型火爆网络 胖 俗 两大标签如影随形 10年后 成功受伸的她以励志姐作为标签 回归网民视野 8月5日 她现身重庆再度怀里转身 将以自导自然的作品 参加第5届中国西部动漫节的 放飞中国梦微电影大赛 在她的中间 她带来了这部芙蓉的情势 微电影开机前 陈炮记者和芙蓉姐姐面对面 听她讲述了自己的励志变化和心愿故事 当然现在还是以励志的形象 正能量的形象为主 像什么酒吧女啊 什么小三啊 什么什么类似那种角色 还是不怎么接 这次我接的角色就是一个基层的 受票员 他就是因为也知道他感情不顺 但是他对待每一个人都是和爱可亲的 他站在自己的工作范围上 就兢兢业业的 对待每一个人的态度都非常的 就是那个亲和友善 所以我觉得还是跟我的形象蛮相似的 其实蛮喜欢的 觉得奋斗的时间终于换了一个励志姐 励志女神的称号 就是内心特别感动 还是比较自豪的 一一提起励志姐 励志女神啊 我们都他现在跟那个福隆姐姐 她是画等号的 嗯嗯嗯 就娱乐圈 他没有其他的一个人 就是可以 就是想得起这个称号了 感到很自豪 奋斗了十年 终于被大家承认了 被大家喜欢了 我对过去的我 就是三个字把这真性情 我觉得她是一个 不会遮掩的 不会遮掩情绪的一个小女孩 所以那时候更多的 就是被利用吧 但是就是梦想 那时候的梦想一个都没有实现 只是在舞台上 大家稀稀嗨嗨过了 然后或嘲笑 或不要骂 然后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得到 但是现在的我 在回往以前 又感觉思想 就是一步步成熟 然后我也懂得了 就是在大家 就是在大家提供给我的舞台上 就是尽情地展发 嗯每天做些 就是怎么说呢 我虽然不是一个 就是非常专业的一个 就是各方面非常专业的一个艺人吧 但是我的舞台又非常的宽 宽阔 就是必须要求我多才多艺 而且希望我的才艺 可以精精一些更多一些 就主要是在学习 学习和运用 有服装设计师 我很后悔 我有一天想去学 但是没有学 像现在我有时候 参加活动的那个服装 还有那个发型 好多都是我设计的 然后我要求他怎么做 我这方面 我很感兴趣 我希望以后 能自己穿着 就是我自己设计的礼服 然后走红地毯 我也可以去干嘛 不是打酱油 是真的带着作品去的 谢谢你们 没有你们 哪有我的今天 我是就是本性 我不服输吗 就是激励了我 促进了我的进步和成长 如果没有当初 他们那种不理解 那种嘲讽谩骂 我可能有个比较好的男朋友 可能现在我的孩子 满地跑了 哪有能力 或者哪有这种 我过得比较那种 比较平凡的生活 平凡的生活 平凡平凡幸福的生活 根本就没有机会 做励志女神 是他们让我成了神 他们给我提供了 广阔的空间 让我真正腾飞起来